監察院現在也不只廢啊 監察院還很東廠啊 很強啊 現在跑去查侯友宜 35年前的舊案 陳忠諺 這麼明顯的敗壞觀真 你那個11個監察院 直接去X就算了啦 連殘河都不敢 你監察院就是廢 直接廢掉你的組織法啦 凍結監察院啦 凍結監察院是有權利的啦 沒有人用組織法來凍結 我廢掉你的預算啦 凍結監察院啦 今天要對付這個東廠院 我告訴你 你就是東廠院 不是東廠 就是東廠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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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廢的秘書長 秘書長我想先送你一句話 有句話叫我師故我在 我想送你的是我廢故我在 你知道為什麼要送你這句話嗎 為什麼要送你這句話 因為監察院很廢啦 那監察院不但廢 它最廢的一件事情就是 兩個廢除監察院主張的人 一個當院長 一個當秘書長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 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政治笑話 這不是笑話 沒關係我沒有叫你回答 我根本連問你問題都懶得問 我是覺得問你問題都覺得很浪費時間 因為我不知道 你這個廢監察院的人站在這邊 你到底要幫監察院講什麼 你現在任期多久 你做多久了 我到現在半年 半年嘛對不對 那你有這個勇氣接監察院秘書長 我也是佩服你啦 然後還有那個我們的陳菊 我們陳菊當監察院長的第一個證件是什麼 你知道嗎 告訴大家偉大的院長 他當監察院長幾年了 四年 四年 他當監察院長的第一個證件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了解啊 你告訴我啊 什麼證件 對啊 非常好 這就是 所以非常 秘書長我跟你講 我今天就是欣賞你啊 是 我欣賞你啦 他希望他是最後一任監察院院長 是 沒錯 我跟各位講 陳菊真的是有允憲 現在修憲還沒有完成之前 沒關係啦 在修憲我當然要告訴你啦 我就要準備退修憲了啦 完成你們兩個的一字 我不要講一字對不起詛咒你們啦 完全你們兩個的志願啦 我希望羅委員可以提出來 那我跟各位講 沒關係啦 不要緊張不要緊張 我要跟你講 我今天是表達對你的敬意 對 表達對你的敬意 陳菊說他想要當最後一任監察院長 我這邊直接主張 三路並進 讓他成為最後一任監察院長好不好 我沒有意見 三路並進 我告訴你很簡單 第一個 就修憲 但修憲難度高沒有關係 並2026年的地方首長選舉 並2026年的地方首長選舉 讓全民起來公爵 但是在修憲之前 必須要有修憲 我告訴你 程序啊 程序是你們的藉口 不用啦 決心最重要啦 搞八年 非監察院 民進黨也沒做啦 按照憲法是第一個做法 第二個我告訴你 很簡單 我告訴你 直接廢掉你的主治法啦 凍結監察院啦 凍結監察院是有權利的啦 沒有人用主治法來凍結監察院 沒關係 第三個 我廢掉你的預算啦 凍結監察院啦 凍結監察院是有憲政潛力的喔 三鬼並進 今天又對付這個東廠院 這個不是東廠 我告訴你 你就是東廠院 不是東廠 就是東廠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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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承認 你們高永成就是東廠院的代表做的代表 我不承認 你不承認沒關係 你這廢除監察院 最廢的秘書長 最廢秘書長 在這邊 你跟我講 你跟我講 我告訴你 我跟你講 沒有關係 沒關係 以理服人 來問你一個問題 你一定不會知道答案啦 我在 上個月 跟國防部 行文要他給我 二十年 你知道最近軍中制裁 自殺的案件很多嗎 對不對 總知道吧 那我跟他要二十年的資料 來看看說 到底現在 情況有多嚴重 這個所知應該沒問題吧 這是你們跟國防部之間的 我告訴你啊 國防部你知道他怎麼回答我啊 他只有十年的資料 他沒有十年以上的資料 我告訴你 他們就沒有監察院積極啦 35年級的舊案 小警員舊案 也可以拿來蟲草 我告訴你 佩服你們監察院積極認識啊 只要今天清查在野黨的東西 積極認識啊 高永成就是一個都場代表 這是你個人的看法 沒有關係 我就個人看法啊 就像你的廢俗監察院 你到現在也是個人看法 還舔 舔有這個勇氣 舔不支持 還可以接監察院的秘書長 我超級佩服你啦 請彼此尊重 我不需要尊重一個廢俗監察院的人啦 我根本不需要尊重一個廢俗監察院 你不是也要廢俗監察院嗎 我不需要一個廢俗監察院 還去當監察院秘書長的人啦 我主張廢俗監察院 我沒有這種勇氣 去當監察院院長 去當監察院的秘書長 這是你個人的看法 我佩服你啦 這是你個人的看法 我佩服你啦 我沒有意見 我佩服你啦 所以我要告訴你 今天高永成 你要幫他背書沒有關係 你們都是統一路人啦 很簡單 段儀康 信誓旦旦 曲棍球 如果今天林昌明有事 沒事 我段儀康 大段儀康 我吞三顆曲棍球 吞了沒 吞了沒啊 答不出來啦 不敢答啦 因為這個是自所周知 你絕對知道 你不敢答而已 沒吞啊 沒吞 厲害啦 跑去找高永成啦 厲害啦 厲害啦 然後高永成就去追殺 成敗的檢察官 佩服再佩服 厲害再厲害 超級無敵強 林志堅的論文案 全國老百姓 全國老百姓 不要講全國老百姓 你們偉大的民進黨 在檢討敗選計畫 整個敗選計畫 只提到一個名字 叫做林志堅 所有敗選責任 就是林志堅的抄襲 連你的民進黨 大民進黨 都不敢幫林志堅背書 你偉大的高永成 你去追殺于政皇 論文被剽竊的受害者 事上之無恥 沒有到這種地步的 就發生在高永成身上 我告訴你 今天我會做臨時提案 很簡單 你們監察院有紀律委員會吧 有紀律委員會 對不對 放著高永成這個東廠 紀律委員會也不會處理啦 我知道啦 沒有關係 我們立法院 今天衛名喉舌 我今天就提一個臨時提案 我知道你也不會做啦 但是我們要跟選民交代啦 我會臨時提案 拜託你們監察院回去 把這個高永成 好好研究 要不要送到紀律委員會 沒關係 我幫你講答案啦 我來回答 我今天是李軍語幫你回答啦 做不到啦 立法院紀律委員會 我們也會干涉啊 做不到啦 我們是民意機關 我衛名喉舌 我是建議啊 你不要搞錯 我可沒有這個本事齁 你們本來就沒有這個權限 去找一個要廢除監察院 當秘書長啦 你們沒有這種權限 我當然沒有這個權利 我沒有這個本事 我沒有這種臉皮 我也沒有那麼厚臉皮 那監察院就是廢 我告訴你監察院廢齁 我還就算了 浪費政府預算就算了 監察院現在也不只廢啊 監察院還很東廠啊 很強啊 現在跑去查侯友宜 三十五年前的舊案 你去查 好棒棒啦 好棒棒啦 陳忠諺 這麼明顯的敗壞觀真 你那個十一個監察院 直接去跳樓算了啦 連彈劾都不敢 欠缺證據能力 丟臉至 丟臉到這種程度啊 無以復加 欠缺證據能力 不敢打老虎 不敢打蒼蠅 老鼠死也不敢打 只會清算不同意見的人 這種監察院廢到幾點 東廠到幾點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張若瑜 你知道肌膚年齡 可以自己決定嗎 25歲之後 招元蛋白流失速度 將大於生成速度 想要北拋拋的QQ臉 吃的保養最重要 皮膚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麗 來自於內在 十幾元 德國專利 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購 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原料進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兩千巴爾噸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屬 西藥檢驗 SGS檢測 全過關 品質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arisol 女神專用 膠原蛋白 無論你是想維持肌膚Q彈 甚至產後補充 都十分推薦 在這裡想告訴大家 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 就要從現在開始 90天青春有感計劃 擁有彈性美肌 超級Easy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更多的 額外優惠折扣咯